主席各位同仁 我們到會王主委跟各位官員 大家午安 主席我可不可以請主委 我們請王主委 主委委員長 主委這個剛剛因為我是提案說明主席給我三分鐘 講得不夠清楚 那可能你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我要論述的 因為我看你們的回答以及你剛剛的回答 還都是繞在這個什麼叫平均移命 這個保險沒有用平均移命來算的 這個我看所有的保險幾乎都是在算平均移命 人數保險什麼 那個癌症保險各種保險都在算 全部都把它算進來 全部都算進來然後去算出一個費率 請教你一下讓你發揮一下 你對平均移命了解 平均移命是怎麼算的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以前我們在當律師嘛 所以我們大概有一個平均移命表 或是叫霍夫慢事吧 霍夫慢事平均移命表 所以基本上他本來就有一個統計的計算方式 然後針對不同 譬如說男生女生或不同年齡 他大概還有多少年的餘命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他怎麼算的啦 你知道他怎麼算的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都有列表 所以我一般我大家就照那個列表的方式來做處理 所以我擔心啦 因為我剛好就在教平均移命的啊 我是不是請我 公公衛生的 這個非常清楚 好 我們社長知道耶 一分鐘裡面 能不能講出來 跟委員報告 所謂平均移命 就是各年齡層 他往後看還剩下多少歲 也有從零歲往後看 也有從不同 比方來講五十五歲 這時候 怎麼算啦 不要跟我講定義 怎麼算 怎麼算 他就是根據他們這個 這些人有沒有 他 等於說 從他往後看還有多少 那又講定義 我講怎麼算啦 你這個幕僚有點問題 這樣也敢上來 算了可能是 是要有 內政不公衛生署 在公公衛生 不要講研究所 誰系就當調了 那你是知道不知道 你是哪裡畢業的 怎麼會不知道怎麼算呢 就敢管這一個事情 而且敢上上來替主委講 怎麼算你告訴我就好了啊 不然老委會有哪一個知道平均移命怎麼算 請上來不好 好 欸 跟我報告 那平均移命的計算方式 是內政部跟衛生署算出來的 好好 我跟你講 他們有在講 請他們說明 不要緊 我只是在突顯一個說 老委會對平均移命怎麼算出來 搞不清楚 拿著那個民主結束 就敢在這邊搖搖晃晃說 欸 這個平均移命 不是我做保險的什麼 不是啊 因為保險的部分 平均移命怎麼算 你搞不清楚呢 我跟你講 所以他這個齁 平均移命要上每一個年齡層的死亡率 你知道嗎 這個死亡率是當然現在的死亡率 再算未來的平均移命 所以齁 我們的平均移命 是算出來 到時候我們都會被低估啦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年齡 你就不是活到平均年齡 八十一歲 不是 你可以活到九十歲 這個 因為齁 這個每年齡要去算 那我們都用現在的資料 醫學會進步 社會會進步 所以這個部分啊 平均移命是要這樣子算 然後這樣是不夠的 所以還要一個叫健康平均移命 所以這個部分 還要 這方面怎麼算 哪一個知道 那恐怖也不知道 所以齁 我們現在搞不清楚 我們現在齁 一個職位站上去 對於平均移命都不懂 就敢在這裡跟我們論事說 為了為了 保險的基本精神原理原則 我們同仁非常清楚 但是不可能 我是罵你不清楚 因為你剛剛講得到 衛生署或者內政部主管的 平均移命的計算的細節 去跟我們做說明 因為他們有在場 可以請他們說明 你不要重住行 壞 我就問你 那原住民 為什麼可以提早退休 告訴我一下 你的了解 為什麼原住民會提早退休 我們有提早退休嗎 沒有 你沒有提早退休啊 怎麼會沒有 我們的勞基法裡面的規定很清楚啊 不是啦 原住民今天為什麼可以提早 為什麼 他不可以提早退休 社會福利的給付的部分 基本上 那是內政部在主管的部分 我知道了為什麼 你要去講一個 各位報告 我剛剛提到一個非常清楚的邏輯 就是說 基本上對弱勢的照顧 基本上我們都百分百支持 那用社會福利的給付 用公務預算的方式去做處理 這個基本上我們也都支持 可是我現在今天在提的題目 搞到這個東西就不一樣了 那今天的題目在談保險給付 我跟你講 這個保險給付 怎麼樣算出來的 你現在是怕他們活太久 是不是 各位 所有的人都越活越久 我們都越開心 那我問你喔 保險給付 我們用年金 因為現在剛剛 學校裡面說年金比較穩定 好 用年金 是每年要給的嘛 如果我齁 假設我活到六十歲 你活到六十歲 但是你齁 可以齁 活二十幾年 我現在只是要活五年 那我們兩個人 這樣子算公平嗎 是跟我們報告 保險基本上採的是一個大數的法則 每一個人的個案差異性都非常非常的大 沒有錯 我跟你講 所以所以你沒有辦法個案個案在那裡 做一個老闆會主委講這種話齁 會要稍微慚愧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大數法則 大數法則要分重你知道嗎 我們齁 都要sertify 所以我就是要分重 如果要分重的話 對 不是只有身上朋友要分重 原住民要分重 男生女生要分重 所有都要分重 沒有錯 所以你聽什麼講 因為大數法則要 我們目前處理的方式 以我們目前處理的方式 我跟你講 財務預算的評估 所以要做這樣的處理方式 如果你處理方式 對 我們今天不會這麼多的立法委員在這裡提案 就是因為處理錯 為什麼 因為你大數法則 弄著整個這麼大 欸 啊 一件衣服 啊 大家都穿一樣尺寸 欸 你穿上很尺寸 你還要穿那些印度裝的 不可能 所以齁 我跟你講 我們齁 做行政 就是要盡量能夠照顧到每個人 教育也一樣 都什麼都一樣 但是不行 你當然會有一個group 但這group是要盡量 體會到人家的需求 當然當然 而不是說我個大數法則 我個就滿滿的 我親親在家的大數法則 大家都用 欸 這種講法齁 不要在這裡講 你聽懂嗎 那個跟保費有關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分眾 每一個去做處理的時候 對 那個保費的部分 整個要重新計算 我跟你講 亂講 你現在如果在講的是 那種齁 投保金額的啊 什麼等等那是保費 你現在在講的是年金欸 年金是自己交的薪水的一部分 沒有啦 到最後再把它轉回來 不是啦 完全不是 以老保來講 老保講的是 比較低的費率 但是老保的所的替代率又很高 然後整個保險的 用年金的方式來做處理的時候 事實上他能夠領的錢 你錢哪裡來 你錢哪裡來啦 跟委員報告 現在目前 錢哪裡來 我們期望他有保費來支付 但是事實上 事實證明 我跟你講齁 不夠嘛 這個是因為齁 我們助度太慢建立了 等到助度到穩定的 的話 等於是自己 當然是 你的下一代 給你的沒有錯 但是穩定的話呢 其實就是自己 拿多少回來 這才是穩定狀態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很擔心的狀況 就是說 目前的狀況是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子做啊 那 你用這樣子的理論說 這個怎麼 這好像別人的錢 這不是別人的錢 這是自己的錢 我們公保退 就怎麼都是一樣自己的錢 但是呢 你現在當然有那種 給他福利在裡面 真正福利怎麼撐得久呢 不可能 到最後一定是 到穩定狀態嘛 如果要回應委員 這個部分就是保費的 不要做一個高的調整 現在齁 殘障朋友齁 一共有多少人 108萬 好 在底下的 你要棘手咧 不要在那邊亂玩 再第二個 有多少人 是50歲以上還在工作的 殘障朋友 不知道嗎 你們要知道才能夠去算 公文報告 這個數字我們要再另外 今天沒有再過來 沒有另外要公文報告 不要被你的部署誤導 你要稍微了解到狀況嘛 第一個我跟你講 只有11萬 好 這11萬的薪水 這11萬裡面 薪水 高於3萬以上的多少 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算 我跟你講 你應該帶過來 超過31800的 只有三分之一 只有11萬裡面的三分之一 大概是6萬多而已 好 那這個 只有6萬多 超過3萬1的 超過的人不一定要馬上退休 因為他薪水高的 他反而不一定要退休 薪水低的人還要退休 所以壓力不是那麼大 你們要知道一個 對你們的壓力都大 公文報告 那個壓力非常非常大 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就是說如果委員支持分眾 委員您支持分眾的看法 到底所有的分眾都會出現 不是只有身心障礙朋友 我們現在在講身心障礙朋友 還有哪些 一定會引發後續的效應 哪一個 原住民 原住民一定有啦 沒有 原住民是國民年金那個部分 對啊 老闆沒有 還有誰 還有譬如說 疑患疾病重大疾病的人 我也要分眾 你不是說馬上重大疾病 他馬上就變成殘戰了嗎 不一定啦 不一定到那個階段 所以基本上後續還會有一些要求 配照原因 你為了怕這個東西 你這個東西打掉 不是怕 而是保費就必須要調整 不是怕 而是保費就必須要調整 為什麼 為什麼是保費 因為增加保險給付 因為增加保險給付 保費必然跟著連動 沒有錯 但是呢 那個是以後的事情 還可以往後推嘛 這不能說以後的事情 就是負責任政府 我們都必須要負責任啊 我跟你講 不然大家都要當好人 如果你聰明的話 越早退休領得越少 你知道嗎 你不要以為領得越多 而且 他們只有領那麼幾人而已 你都不敢 難道你以為他們 要多活二三十年嗎 不是啊 他們 這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 以前 平均退休的人幾罪 才在你 才在 又不知道了 有剛剛已經在報告裡面有寫了 根文報告 我們剛剛那個書面報告裡面都有寫 我跟你講 平均勞工六十歲退休 他五十二歲 就退休了 為什麼 他是不是要退休去 退休去領年金 不是那時候還沒有年金制度 是動不住 做不下去 做不下去 平均五十二歲 意思是說一半的人撐到五十二歲以下 一半的人五十二歲以下 以前就退休了 為什麼 動不住 這動不住 當然有生 有心 還有社會 因為社會 壓力 所以這個要深心社會一起思考 誰來思考 你們剛剛講的很遺憾 我都在講 是生而已 一個眼睛突然說 瞎了 這是不是全產 兩眼都瞎 是不是全產 這馬上可以領我們的私能幾副 不是啦 我們講年金不要扯到 那就是年金 私能年金 就可以領私能年金 那我全產 但是呢 其實我還可以去做事情 因為我只是眼睛瞎 你聽懂嗎 不是所有的 慘的人都不想揍 但是呢 如果我想不想揍 根據你們反而可以 那這樣這樣子 你們規定的要六等慘 要七十分人家慘 對我來講 我不是只有生而已 生就規定那麼嚴格 我還有心 還有社會的壓力 誰來決定 當然由他來決定是最好啊 由他來決定最好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 還搞不清楚 你們有沒有做好好的精算 還只是怕 啊 萬一這種東西 別人也來 啊別人也來怎麼辦 欸 把人民 把國民 都看成好像很不想工作 不想像年金一樣 我們不這樣想 這樣就是多 不大像一個老爺子 我們不會這樣想 我們應該是大家快快的工作 但是不能工作的時候呢 不能工作有身心 社會的因素 你讓他找一點點齁 把他自己存的錢引回來 這樣而已啊 你說不可以 不可以 結果是怎麼樣呢 不可以結果就是說 有多少人 只有十一萬個人 一百零八萬 只有十一萬人 做到五十歲以上喔 平均退休 不只啦 一定會要求離婦援引的 平均退休是五十二歲就退休喔 不是六十歲喔 為什麼做不下去啊嘛 第三個 好我退了我領年金 我的平均領養比人家少 不要講健康移民喔 我平均領養比人家少 那平均移民領比較少 是不是要領比較少人 一般勞工領比較多人 他們領比較少人 這一點你認同嗎 公文報 我已經提過就是說 用平均餘命的方式 來處理有關保險給付的議題 基本上在邏輯論述上面 是會有 不合的地方 你意思都不要懂嘛 你不要不要懂 你敢講這個話 這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你憑什麼 平均移民來處理是不對 誰說不對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這個是對 會有這麼多立法委員在這提案喔 這個就基本就不對 你連這個不對 我剛剛跟你提過 要這樣分重處理到 保費必須要重新計算 那什麼叫做保險 你要懂嘛 什麼叫平均移民要懂嘛 如果要照委員這樣的處理方式 基本上所有的保費都要全部重新計算 保費都必須要提高 因為保險給付增加 這樣子又有什麼不好 要勞工朋友快快樂樂的啊 這個把保費提高這件事情 要經過非常長久的溝通 奇怪了 這勞費主委怎麼 這就是你存在的目的 你還不知道 跟我有報告 這件事情啊 保費增加這件事情 一定要跟勞工朋友啊 我當然知道 勞工朋友啊 如果有年金 社會比較安定 所以我們才推出勞工年金制 你們也在廣告 這個也很困難啊 這個理念那時候 搞多久才搞過 我們也知道啊 因為 你有一個年金制 當然大家幾乎也要 那個 交的錢要增加 這就是他會存在的目的啊 各位報告 這個一定要跟勞工朋友 充分的來做溝通 你一定要 好好的去把這個東西 你應該再多 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懂啊 要嘛就回去讀書 不會啦 要嘛就是 開啟是公聽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 你為什麼專業 平均移民都搞不清楚 還說非常專業 各位報告 平均移民是內政院公衛生署 他們在統計 統計的方式 他們在做統計 但是出來的數字的部分 我們同仁一定非常清楚的啦 數字出來就是 那個道理不清楚啊 所以才會這樣怕啊 各位報告 你也通常對他定義都講的 如果平均移民 假設平均移民不一樣 領的時間不一樣呢 領的時間不一樣呢 我剛剛也解釋了很多其他的例子 也就是說保險政府的方式 基本上不就平均移民來做處理 一個老保會 竟然喔 去節弱福牆 不會啦 我們不可能做節弱福牆的事情 完全不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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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義不懂啊 完全不會是 節弱福牆 不可能啦 為什麼不會是呢 我們完全不是 比較早死啊 完全不是啦 比較早死人怎麼辦 委員啦 這個老保年金制度的建構 從以前到現在 例經的多少年才通過 早死人怎麼辦啦 在那個時候 就已經在提到這些相關的問題 比較早死人怎麼辦 每一個人個案的差異性都很大 每一個人個案差異性都很大 我正要跟你講這個啊 每一個人個案差異性都很大 你懶惰啊 不會啦 我們不會懶惰 我同人都很辛苦啦 不是同人是你無能力 我同人都很辛苦啦